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原子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土瓜环明月大厦三十年圆案》 在开始之前原子想问问大家 你们认为若果法庭判决被告无罪 是不是代表他真的清白呢 在1974年香港《土瓜环明月大厦》就发生在中原案 虽然控方程上案发现场的证物 和被告相符 但是被告仍然成功脱罪 而在三十年之后 当大家认为这件案件会成为一宗原案的时候 就突然出现惊人的发展 究竟案件的来龙去墨是怎样的呢 而更匪夷所思的是 当中更有传当事人饱受冤魂折磨 令他最终讲出真相 如果要了解这件奇案 就要由案件中的主角背景开始讲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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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 不时会无认银行 学校 或者政府机构 要求你到假网站输入你的资料 令你敏感的个人资料 被大徒看得一干二正 所以如果不想成为原子档案下一个奇案主角的你 就需要一个可靠的VPN 令你上网的时候不留痕跡 敏感的个人资料也都受到保护 而今天原子为大家带来的就是Sherfshark的VPN 它除了支援不同手机和电脑系统之外 无论你订阅哪个方案 连线装置的数量都是无上限 所以你和你家人所有的装置都可以受到保护 同时熟悉原子的朋友都知道原子是Netflix迷 而用Sherfshark的VPN就更加可以收看其他国家独家的Netflix星彩节目 而Sherfshark还提供30日退款保证 现在透过原子订购的朋友 就可以享受假期的限定优惠 除了可以享有17折的折扣之外 还可以获得额外4个月免费使用 如果大家有兴趣 就记得在下面的内容简介区 click入网址申请 输入Mr.Adam 本案的主角叫做李文辉 是一个无业的年轻人 经常都无所事事 经常在土瓜环一带榴莲 在1974年 当年24岁的李文辉为了维持生计 他决定要寻找能够赚钱的途径 但是他不打算好像普通人那样朝九晚五地打工 而是选择铤而走险 留意长期没有人居住的单位 继而入屋爆竊 希望一次过责取大量金钱 在1974年2月23日 李文辉选择了码头冲木厂街一栋大厦的其中一个单位 开始他第一次的入屋爆竊 整个入屋过程非常顺利 李文辉在深夜人证的时候 沿着水管跑到目标单位 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闯入单位 偷了钱之后就沿着沿路地离去 今次爆竊 李文辉总共劫走了价值1175元的财物 而由这一则70年代的广告 以月薪1000元来招募警察来看 李文辉劫走的财物其实价值并不少 第一次入屋爆竊就成功 令他认为这个挺而走险的方法 令李文辉的欲望都不断膨胀 甚至对女孩都起了识心 李文辉每次在街上遇到年轻貌味的女孩的时候 就会对他们产生邪恶的念头 还会在暗中微随着他们观察他们的行踪 不过由于街上很多徒人令李文辉都很难以落手 于是他才决定在街上寻找目标女子 如果发现他们经常单独在家 就打算晚上照够用爆竊的方法 沿着水管厂入住宅将目标女子得手 时间来到1974年5月25日 一名年轻的女子惨被李文辉叮赏 而她就是本案第二个主角 年仅17岁的女学生龚益正 益正在上海出生 自小就跟随父母来香港生活 在1974年当年 她正在民生书院读中三 她读书用功性格文正乖巧 而且是一个乒乓球的好手 在校内的人缘亦都不错 她原本和父母 姐姐和哥哥 一家午后住在土瓜环 明月大厦十楼的一个单位 后来父亲在平州开設了吳金厂 而有个儿子出任主管 为了方便经营 益正的父亲就带儿子搬迁到平州 而益正因为要上学 她的父母就继续被她留在土瓜环居住 其后由于益正的姐姐因为出嫁 所以都搬了出去 所以之后益正一直都和母亲两个人 一起住在明月大厦 而他们每个星期都会到平州 探望父亲和兄长一家团聚 在5月25日的案发当日中午 益正和母亲到茶楼喝茶之后 母亲就前往平州探望儿子和丈夫 由于益正当日要回学校 所以就没有随行 在下午时分 益正离开学校之后就自己一个回家 但是她不知道的是 她近日一举一动都被李文辉暗中监视 李文辉根据往日的视察 得知这个女孩只是和母亲居住 如今她的母亲离开家一直都未回 所以她就推断这个女孩单独一个人在家 于是她就实行对益正的邪恶计划 时间到了当日的夜晚 益正的母亲到达了平州之后就曾经自电回家 但是女儿就没有接听 母亲认为女儿因为早睡所以就没有接听电话 第二天即是5月26日 母亲再次打电话回家 但是仍然没有人接听电话 她就以为女儿假日外出晚归 所以就没有接听 但是母亲没有想到 女儿没有接听电话的原因是这么令人悲痛 在5月27日下午1点钟左右 益正的母亲回到明月大厦的居所 但是她没有想过 满后面等着她的 将会是改变她们全家一生的噩梦 她如常地打开铁闸和木门 然后入屋 但当她走到入房间的时候 经见女儿衣衫不静地穿着睡衣躺在床上 后面 女儿下身的衣衫就脱落去大腿下面 而且颈部还纏着一条领胎 还全身瘤黑 她立刻复缓女儿 但益正毫无反应 她心之不妙慢慢走向女儿 伸手到她的鼻子 但是发现女儿已经失去呼吸 母亲即可客到跑去鄰居家求助 由鄰居陪她到管理处报警 警方接报到现场 精神益正已经离世 其后 发医指出疫症病用领胎垃颈 导致窒息死亡 而且推断她已经死了超过24小时 在5月25日晚上 直到26日的凌晨之间遇害 换而言之 当母亲打给她的时候 她已经不在人世 之后 警方继续在现场搜证 他们发现单位的大门没有被叫的痕跡 认为犯人不是强行从门口闯入 而且屋内有被搜裂的痕跡 加上死者衣衫不整 怀疑犯人曾经对死者意图不轨 然后再行劫 之后 警方由死者身上发现不属于她的衣物纤维 又在现场发现男装骸恩 除此之外 警方也从死者的体内发现男性的体液 警方深信衣物纤维 下因和体液都来自兇手 所以就从这些线索展开调查 警方在明月大厦逐家逐户地问话 有住户表示自己在5月25日夜晚如常入睡之后 但是就在第二日 即是5月26日的早上 起床的时候就发现家里遗失财物 警方怀疑入屋偷逝的犯人 就正是杀害益症的兇手 警方推测犯人可能先在其他单位偷逝 然后再爬水管进入益症的单位行空 犯人手法纯束 入屋偷逝的时候完全没有惊醒住客 所以没有任何住客见到犯人的容貌 加上鄰居都表示在案发的时间 没有听到任何的呼救声和打斗声 所以警方都未能从住客的口供里面 拿到进一步的线索 而调查的进址也都进入了胶着状态 当益症的私手被发现之后 各大的传媒都大肆报道案件 由于犯人擅长怕水管入屋 所以传媒都叫犯人为飞天擒脑 令当时市民都人心惶惶 李文辉眼见自己所犯的案件引起大众关注 而警方就一直都未能够查出真相 所以李文辉认为自己犯案非常完美 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更过分的是 他不单止没有因为警方调查而低调行事 或者潜逃外地 反而更猖狂地继续作奸犯科 他除了周围行劫和偷视之外 他还继续对女人落手 但是天亡灰灰疏而不漏 终于在明月大厦事件七个月之后 即是1974年的12月 李文辉因为涉嫌侵犯和行劫一名海员的妻子而被捕 而在调查过程中 警方意识到这件事件不是单一事件那么简单 李文辉落网之后 警方发现他经常在尤尖旺和土瓜幻一带出没 而且他犯案的行径和多宗的案件疑犯相似 所以就认为他很可能就是那区多宗入屋行劫 和偷窃案的幕后黑手 当中有不少案件都有证人指证李文辉就是当时犯案人士 令他无法再抵赖 其后警方更加怀疑发生在明月大厦的凶杀案和他有关 于是警方就抽出他家的衣物纤维 和拿到他的遗恩 果然 检验报告显示李文辉的衣物纤维和下因 和案发现场的证物相符 所以警方断定他就是失害公益症的兇手 同时即刻将这些证物交给控方 在1975年10月 李文辉被还压10个月之后 终于在高等法院受審 他一共被起诉16项罪名 当中包括强奸 偷舌 伤人 行劫 以及涉嫌在1974年5月25日 谋杀17岁女学生公益症 由于其他奸劫案都有证人指证李文辉 在毫无选择之下他决定认罪 不过他就坚决否认谋杀公益症 法庭就这样展开审讯 恐慌呈上李文辉的衣物纤维和下因 证明两者都是同案发现场找到的相符 控方空有成竹 以为可以将他入序 但是陪审团就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想法 陪审团认为这些衣服和鞋都非常普通 只是能够证明李文辉的衣物和犯人同款 但是就不足够证明他当日曾经入屋行空 另外由于当年的技术限制 没办法由体液验出血型监定 所以控方当时都未能证实公益症体内的体液 是属于李文辉 在陪审团退庭商议接近12个小时后 最终裁定李文辉谋杀罪名不成立 而李文辉听到判决之后 更一边弄出笑容 一边暴离法庭 虽然成功洗脱谋杀罪名 不过由于他承认了其他奸业罪 他仍然被判入罪 不过由于他愿意认罪 获得法官庆盘 只是入狱七年 法官寄望他在狱中改过自身 能够重新做人 但是他就没有痛改前妃 引致后来遭受更加严厉的惩罚 在1980年扣除假期之后 李文辉提早出狱 但是他死性不改 出狱之后再度犯案 在1981年1月至6月期间 李文辉多次上劫 偷舍 还侵犯女子 他经常在油麻地一带出没 时差街上的年轻女子 在这六个月内 他先后两次在夜晚 爬水管潜入独居女子的家 将他侵犯 很快 李文辉再次被捕 当时他短时间内犯下七项罪名 由于他再犯 加上心理学家指他是惯性犯罪 而惯性犯罪本身就是一种病态 所以再犯的机会率很高 法官考虑到他对社会所造成的危险 认为必须将他与社会隔绝 所以判他终身监禁 就是这样 无恶不作的李文辉余生都要在狱中度过 市民都无需再担心会被他危害人生安全 不过 法庭始终未能够查明17岁女学生 公益症的死亡真相 令她的死一直都沉冤待雪 不过 在2004年 这件原本已经被带众为妄的案件 就突然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发展 在2004年 即是公益症遇害30年之后 在狱中的李文辉 突然去信是任警务署署长李明辉 这个在狱中已经服刑23年的囚犯 终于在信中坦然自己就是奸杀公益症的兇手 他在信中表示自己多年来一直为这件事感到内疚 还向受害人和家属致歉 警方随色翻查案件 还向李文辉问话 一队警员押住被扣上手扣 要钱铁链的李文辉 来到了明月大厦 即是当年的案发地点 为了模拟当时的环境 警方更加准备了一个 和死者公益症身形相近的催器公仔 是现场重组案情 虽然李文辉主动自首 但根据香港法例 由于当年陪审团已经裁定他无罪 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之下 是不能够用同一个罪名起诉 不过总算能够确定 李文辉就是当年的杀人兇手 但是到底李文辉为什么会突然自首认罪呢 首先有消息透露 当时轰动香港的保马山双丝案的少年犯尹 尹三龙 和李文辉同样在赤柱监狱服刑 两个人关系不错 有一次 李文辉向尹三龙坦白自己就是明月大厦事件的犯人的时候 尹三龙就劝他自首 除此之外 另一个与李文辉同仓的囚犯表示 李文辉每晚都睡得非常不安 经常在半夜惊醒和尖叫 但最离奇的是 李文辉表示自己睡觉之后经常被同一只女鬼压藏 他知道这只女鬼 就证验他当年杀害的17岁少女龚益症 可能由于长年饱受女鬼的折磨 终于令李文辉忍受不住 要向警方自首重讲出真相 究竟他真是被受害者的冤魂前身 还是只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因为心理压力而产生错觉呢 而有全公益症遇害之后 他生前居住的明月大厦单位也不断出现怪事 有曾经同他住同一层的邻居讲 经常在深夜的时候听到一把女人的惨叫声 由凶无一人的单位传出 他仔细一听 发现这把声好像公益症 不断地边哭边呼叫 救命啊 救命啊 令人不寒疑律 甚至有街坊曾经在凌晨时分目睹有少女身影 在走廊间度暴 而且低声绝音 有街坊认为这个少女就是公益症的亡魂 因为不甘自己突然惨死 而且未能够说恨所以就带着怨恨在这个地方徘徊 但是诡异的是当李文辉自首之后 这些奇怪的现象就没再出现 李文辉虽然当时首次审判的时候 逃过谋杀的罪名 但是他没有珍惜这次机会 继续踏上承摩之路 导致自己终身入獄 虽然他最终主动承认失害公益症 但是无论他有多真诚地道歉和悔咎 他对死者家属所带来的伤害恐怕永远都不能够磨灭 但事实上除了公益症 还有很多被他伤害行劫的受害者 一个这么作恶多端的人 为众多受害者和家属留下一生的恶梦 而被判终身监禁这个下场 可以说是便宜了他 多谢收看这件案件 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对这件案件的看法 记得like和subscribe原子档案这个channel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